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寿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55 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做巨王复刻的玩具 这是战绩红色的坦克 我刚才干了它一下 这非常经典的台词 那这个玩具呢 正面来看可能是它最好看的机器人形态了 如果你把它转到侧边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真的是 非常的可以自己用纸箱子做出来的结构 当然了 这是1984年的时候的玩具了 这个不能跟现代技术相提并论了 那么它的可动的话呢 就是只有手臂 而且它转动的位置呢 是觉得是很奇怪的啊 那头部的话呢 后面的话呢 由于是变形的需要 它做出了一个多边形的一个盖子 那这个炮的话呢 是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了啊 就胸口的这一门大炮 那么它的其他可动 就是一个底盘的轮子的滚动啊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象 那说实在话 那个战戟的话呢 我的第一个战级的玩具呢 是今年3.0的这个 The Last Class 至今来看 它依然是非常优秀的一款玩具啊 那么呢 到了Combiner War时代的话呢 有一个Communer Class 那个时候的Communer Class呢 相当于现在的核心级 这一款的话呢 头魔的话 还有一个Megatron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 也是挺不赖的啊 到目前为止也是比较适合把玩的 那最近一次的话呢 这是在Wolf Cyborg 说三部曲的Kingdom 推出了这一款 那么认真来说 Kingdom的这一款的人物形象呢 是跟这个G1的战绩 应该是最接近的了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款战绩的变形过程啊 这个头部的话呢 先给它收进去 然后呢 这个坦克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炮台是要往前面放的 然后呢 直接的把它往后面推下来啊 然后手臂会自然到定位 你再顺着往前面推进来 再把这个部件呢 给盖下去啊 这样一来就OK了 这个炮台是可以前后搓动啊 但是那是人形状态下的时候 再去移动就好 在坦克形态下呢 如此这一般就行了 变形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把它完成了 那作为一款坦克的话呢 炮台只要能转动啊 我们就要给它60分 而且它的一个坦克样子呢 确实是没有什么破诈啊 在老的变形金刚玩具的话呢 因为它是Transformer 要有一个载具呢 作为它地球隐藏的形态 所以呢 他们都会特别强调载具 当时是以坚固载具优先 那么它的一个轮胎的话呢 是在底部 而不是在这个履带的下方 这对于造型的一个完整度的话 会更好看一些 那我们的话呢 也把它呢 跟几款刚刚那三个玩具的坦克形态呢 一个一个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啊 我们确实的能够感觉得到 啊 今天3.0那一款是H型的坦克 然后呢 Combiner War时代的这一款的话呢 由于是小比例玩具吧 就造型上没有那么样的好看 那最还原最接近的 还是Kingdom的这一款 不过Kingdom这一款的变形 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 不是很顺手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透过分享这一款G1复刻的战绩 那也顺便给大家聊聊几款 这个战绩的三个玩具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啊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